哈哈哈哈哈 阿炮我來了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放置英雄 Eureka 那麼今天這一集 阿炮要來跟大家 分享一下獲得 肥料CP值最高的一個方式 好那麼在 影片開始之前呢 不妨先幫阿炮點一個讚 訂閱並且開啟 小鈴鐺 你才不會錯過阿炮最新資訊 那我們就 整片開始 好那首先呢我們就來 帶大家看一下市場的部分 那這邊刷新呢會 刷出一個180萬 然後可以買到 30個市新的這個碎片 一定要給他買起來 那麼如果你缺 金幣的話呢千萬千萬 不要去點金 除非你的這個 VIP等級非常的高 不然像現在 阿炮的點金大概 就是一塊的鑽石 就等於1萬的這個金幣 那這個CP值其實相當的低 那我們在之前的影片 也有跟大家講就是千萬不要去點金 好再來呢我們來 帶大家看一下我們 我們今天最主要就是要來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我們缺金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到神域遠征裡面的神域寶庫 那在這邊呢就有一個 500鑽石呢可以買到 2000萬的金幣 那就相當於這個 一塊的鑽石呢可以買到 4萬的金幣喔 那如果你缺金幣的話 在這邊買CP值就算是非常的不錯 好那我們剛剛去買到這個 4星的碎片 那就可以合出一隻4星的英雄 那一隻4星的英雄是 180萬除以4 等於說我們買一個4星的英雄只花了45鑽 那要合出一個5星的英雄要8隻 所以我們再乘以8 所以總共一隻這個5星的英雄 只要360鑽是非常非常便宜的 所以說呢如果我們有看到這個4星的碎片 就一定要給他買起來 那麼基本上這邊花金幣買的東西啊 除了這個經驗不要買之外 通常都是可以買的 那像這邊有一個3星的碎片 就是一隻3星的英雄 只要30萬 那買下去呢 你就可以把它拿去分解 那分解一個3星的可以拿到 拿到這個10個 10個魂石 那這個魂石呢就可以拿去這個 英雄中心 英雄商店裡面呢 可以去買到時光之主喔 好我們這邊來算一下 一共是要花多少的錢 那一個三星的英雄呢 是30萬 那我們把它除以4 等於說一個三星英雄呢就是7.5鑽 那我們再去除以10 因為拆掉一個會獲得10的積分嘛 等於說這個積分呢 就花大概是0.75鑽 然後我們再乘以4000 所以等於說你買一個 時光之主的碎片呢 就大概要花3000的這個鑽石 那在前期呢 基本上是比這個 你用心願招募來說便宜很多啊 那麼在拆這個三星英雄的過程中呢 還可以再拿到很多的突破券 不過阿炮是比較不推薦啊 用這種方式呢 去買這個時光之主 畢竟一隻的話要花到3000鑽還是蠻貴的啦 那如果有朋友不小心練錯的話 例如說像是阿炮這邊 微笑奇蹟上到了七星 那就有點尷尬喔 他就沒辦法回退了喔 他就只能上去 上到九星變肥料 不過拿光暗去當肥料就有點可惜啦 那這時候的情況下呢 我們就可以去買這個新原石 那一共需要10顆 10顆的話 我們來算一下是多少錢 我們剛剛是乘以0.75 等於說500乘以10顆 然後除以0點 欸乘以0.75吧 靠腰 500乘以10 然後乘以0.75 等於說就是花了3750鑽呢 去獲得10個新原石 不過這也是阿炮不推薦啦 就是給大家一個方式 如果急的話呢 就可以透過這些方式 不過阿炮都是不推薦的啦 像我這個光的話呢 我也會上到九星把它吃掉 畢竟微笑奇蹟在前期是還蠻不錯用的 不過如果你一開始就有抽到一些比較OP的光屬性角色的話 基本上也是不用去練微笑奇蹟啦 好那麼阿炮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希望啊 對你們會有幫助 如果有其他問題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板提問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是阿炮我們 下集再見 掰掰 給大家看